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老兵这张嘴 老兵又要来自嗨了一下 又要来自恋一下 老兵这张嘴真的是开过光了 两个是 昨天 第一个 我相信各位已经都看到了 老兵给大家通报 这个印度参谋总长的这个噩耗 我 他的这个国内的大媒体 包括他的那些小道消息都还没有说他已经挂了 但是老兵先提前先判他死刑了 因为我说 那个飞机上看上去的那种状态 确实是他绝对是百分之百没有办法生存了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 我说这个事情是我第一直觉 我说这事情一定和泰米尔能有关系 现在有消息曝光出来 还有他的这个坠机画面 在空中飞的时候 貌似被什么东西打中了 突然之间就起火了 油箱的那个位置啊 起火了 起火之后呢 在空中这样滑行的一阵子 然后就这样掉 只睡飞机 它就这样的 它就这样掉下去 你就这样一下 这样往下掉 你说它还有这个活路吗 没活路了 对吧 那这个事儿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在现场有人透露说 看见一股武装力量在那里开枪打 拿子弹打 有的说看到那个针刺的那种 就是美国的针刺的那种便携式防空导弹轰的 反正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现场能证明 这事儿受到外力 受到外力的打击以后 这只能坠毁的 那也就是说这事儿不简单 这事儿是一起政治谋杀 是一起政治谋杀 那么我们可以往一个方向去想 我今天在这个内网上的一个大网上 我看到一篇这个逻辑整理 给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这事儿也许跟莫迪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说跟莫迪有关系 大家要知道莫迪最近在做什么事情 一个是修复从巴基斯坦的关系 第二个 修复从俄罗斯的关系 第三个 修复从中国的关系 当然跟中国修复这个关系 它做的比较隐蔽 但是我会逐一逐一给大家来介绍 也就是说莫迪要调整 要调整这个策略了 可能这个美日印澳玩不下去了 印度肯定是可能要退出了 或者说就是 来过一下加勒了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据印度报道 今日印度报道 当地时间八日一家陆军直升飞机在南部 泰米尔纳德邦坠毁 机上载有14人 乘客包括印度国防参谋总长 比平拉瓦特及其下属和家里 目前已有4人死亡 3人严重烧伤 死者身份不明 应该是14人 全部都死了 现场画面显示 直升机坠机后 积极起火 两人因大面积严重烧伤 被送往医院 山上还有很多人带救援 印度总理和国防部长已听取报告 军方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先说印度国内的反应 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这个新闻出来后 非常多的印度人是兴高采烈的 兴高采烈到了 上了印度的这个勒搜 这个什么是KARMA 就是他们的微博吧 就是夜报 可以简单理解为报应 目前整个印度流言买天飞 一共有如下几个版本 第一 这件事情和印度泰米尔人有关 这是坠机的位置 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 这个邦主的居民是泰米尔人 官方语言是泰米尔语 前段时间在印度的纳加兰邦 印度阿萨姆步枪队杀害平民的时间 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个死亡的印度参谋场的工作 就是参与到类似的行动当中 2015年6月 18名印度士兵在曼尼普尔邦 被东南亚西部联合解放阵线的武装分子伏击 印度陆军跨境打击 散兵团第21营 袭击了缅甸的武装分子基地 而这次行动就是这位参往长指挥的 印度牵扯到类似的事件比较多 其中就有印度牵扯进斯里兰卡内战 印度揭露了这次冲突 导致印度总理拉西夫·甘迪 也就是尼赫鲁的外孙 在1991年被暗杀 拉西夫·甘迪的母亲 英迪拉·甘迪也是被暗杀掉的 那他们这个印度的国父 这个顺雄·甘迪也是被暗杀掉的 印度总理经常在他的任期内 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暗杀 这个位置高危职业 这很简单嘛 你印度他妈的大小加起来 小的不算 就是大的 能喊得上号的 就有几十个这个地方武装 都要跟你搞分离 你想想看 你印度长期处于一个内战 它是长期处于内战状态当中的一个国家 外部又跟巴基斯坦常年打他妈边境冲突 现在又要惹中国了 他内部所有的事情都没解决好 他就开始来惹东方大国了 那你不是他妈受死吗 泰米尔纳德邦 而这次事件刚好发生在泰米尔纳德邦 而泰米尔纳德邦是以泰米尔人为主的邦 而斯里兰卡内战里面的泰米尔蒙虎组织 就是想在斯里兰卡 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 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 经常援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蒙虎组织 一直都没断过 虽然蒙虎组织在09年被击败 但是残余力量还是为数不少 部分印度人声称看到了叛乱分子对直升机开枪 但是没得到证实 第二个 印度部分退伍军人在听到此人死后 纷纷发出了兴高采烈的视频 印度军队内部实际上有一个精英机构 这个机构在升职上只贴拔自己人 像其他国家那种 指望由一个基层一路爬上去的 在印度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是印度的常态 印度警察也是这个运作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上下层 如此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森林的上下级关系 体现在整个印度的方面面 不但是在军队警察 即便是一个公司也是如此 甚至同为下层互相看不起 也是正常事 比如说一个餐馆炒菜的 就看不起端盘子的 而这个死亡的参谋长 就是那个精英圈里的议员 第三 有人怀疑此次事件的背后黑手 是阿吉特多瓦尔 阿吉特多瓦尔这个人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此人 阿吉特多瓦尔1968年 进入印度警察系统 被派到印度东北邦工作7年 还积极参与过 庞舍普邦的反叛乱行动 05年一夜退休 14年被任命为 印度第五任国家安全公问 阿吉特多瓦尔能力还比较强 参与过对动朗对峙 19年两次对巴基斯坦的空袭 巴基斯坦反击后 俘虏了一名印度飞行员 此人还参与过谈判 成功把飞行员救回来 印度在撤销查默和 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问题上 阿吉特多瓦尔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5年5月 阿吉特多瓦尔和缅甸谈判 缅甸军队对印度移交了 一批东北七邦的叛乱分子 但是这次在纳加兰邦的问题上 阿吉特多瓦尔搞砸了 留言说这个死亡参谋长 准备发起一项谈言 弹劾阿吉特多瓦尔的行动 导致了阿吉特多瓦尔的报复 也就是说在这次纳加兰邦 不是前几天给他通报新闻的吗 就是说印度军人 搞了一个礼拜的情报 最后他妈的杀了自己的老百姓 导致了那个邦的老百姓 起来揭竿而起 杀了 打死了 打残了好几个印度的军警 那这个行动就是这次负责这个安全的 负责安全事务的 这个多瓦尔干的 那失败了以后 那这个拉瓦特认为 你小子抢我风头 你栽了 好行 那我要找你茬 那他可能就要报复了 第四 相当多的克什米尔人对此事兴高采烈 印度这个国家本身就是十分五裂的 这个死亡的参谋长在此生前 曾经放一些狠话 尤其是针对克什米尔地区 由于查默和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被取消 印度军队经常进入这个地区镇压当地群众 导致矛盾极大 而这个参谋长平时干的事情就是这里的内部评判 第五 这几年莫迪搞宗教 印度宗教民族主义 很多印度人上头了 认为军队就是要搞民族主义 而不是爱国主义 这个对于国人来说可能比较懵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能分开的 在印度确实就是这样 就是在中国 你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是捆绑在一起的 就是你爱国 但是你也要突出民族主义 对吧 但是印度它不是 我们来看什么意思 在印度谈论爱国主义 是爱印度 在印度谈论爱民族主义 那就不是说印度人了 而说的是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 其实也不是所有信仰印度教得到的人都会被接纳 必须是原始信仰印度教的人 那种皈依印度教的可能都要被打入令策 且这几年都有要追溯语言和血统了 其实这是要搞小圈子的必然 当一个小圈子形成后 必然的希望追求 纯之又纯的什么小圈子都是这样 这部分印度人一直认为 军队有内鬼 军队叛徒多 印度军队必须百分之百的按照最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来打造 军队内必须来一场清洗 上次印军入侵我边境 被我军反击后 其实在印度内部激发不小的波澜 虽然媒体上的印度人还是气质汹汹 但是印度内部已经不太相信 媒体塑造的战无不胜的印度军队 印度军队输不起 输了以后内部被掩盖的分裂就会暴露出来 那一共是五大点总结了这件事情 那么老兵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肯定和这个莫迪有关系 这个莫迪这个人啊 大家要知道 典型的一个气软趴硬的 趴硬就是趴向中国 向巴黎斯坦 向尼泊尔 这些敢于给他开枪的这些国家 或者说敢于像中国一样 敢于他妈的拍他的 那么为啥说跟莫迪有关呢 大家要看到最近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军政部分 第一个 他跟巴基斯坦 现在又恢复了这个人员的交流 也就是说 恢复了这个大使的这个大使馆的运作 恢复了这个相互派发签证的这么一个举动 那么也就是说 他要跟巴基斯坦修复关系 短期内啊 短期内 他是这个 普特燕也和巴基斯坦在发生什么冲突了 那么第二个和俄罗斯修复关系 那么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跟这个莫迪啊 也也这个会谈了啊 莫迪这个也买了俄国很多的武器装备啊 又进行再次再次进行这个军事合作 对吧 那么这个莫迪啊 为什么跟俄国修复关系的原因就是在于 近一两年跟美国走得特别近 那大家都知道 那俄国跟美国那是他妈死敌 对吧 尤其是世界上利益这一块 印度常年是采购俄国装备的 但现在美国也要把装备卖给印度 那当然跟俄国就疏远了 那么当然了 对于俄国来讲需要印度牵制中国 对吧 那么印度也需要俄国牵制中国啊 那么包括还提出来说什么 哎呀不要卖给中国S400 怎么怎么样 这些话都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他要跟俄国跟普京修复关系 那么也就是跟美国 那么跟俄国跟普京打得那么火热 那必然跟美国那就是放一边了 放次要的了 你两边都搞 那都不开心 那吃重点是谁 俄国 对吧 好 那美日印澳 那就可能有点玄乎了 因为俄罗斯也表示 对这个同盟不太舒服 也是威胁到他的利益了 那么还有再一个 就是这个 我们来看这则简讯 这则简讯 呃 王毅 中国和印度来往时 不要误解误判 呃 中国国务委员接外长 王毅 12月6日以事项行事 与即将离论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唐永胜会晤 王毅期间就中国和印度关系提出 三要三不要 包括要相互理解 不要误解误判 王毅表示 中国和印度来往时 要着眼 要着 要看 要着眼长远 不要为一时一世所老 要彼此成就 不要相互消耗 他称 双方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大目标上 可以 也应该继续站在一起 唐永胜称 他对自己在过去约三年以来 能担任印度驻华大使 感到很荣幸 他指 虽然印度关系经历一些波折 但仍然充满机遇 他形容两国关系时说 现在虽然天上能有乌云 但我们已经看到乌云裹着的淫边 王毅回应道 你说得很好 乌云终将三去 阳光必将重回大地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大家看到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个他给暗示了 就是说 给什么暗示了 就是说 即将波云见日了 那肯定是莫迪老他这么说的嘛 那如何波云见日 如何波云见日 那这几年 谁他妈的对中国最有敌意啊 而且是公开的抱有敌意的 海南最他妈起敬的 那就是印度国内鹰派中的头子 印度国防参谋总长拉瓦特 他 对吧 他动不动就说 同时可以打赢两场战争 我们要前进 要这个攻击中国 中国是头号敌人 这个巴基斯坦是他妈的小崽子 小鼻崽子 干死他 然后又要这个 对吧 其实等于说 他也可能 可能是这个美国 在印度的这个代理 那么他 你喊得这么猛 等于说 你有些这个话 喊得他妈的 莫迪可能都盖过莫迪了 你他妈的 在捞政治资本 有一点这个 功高盖主的意思 这个功高盖主 当然他没有那么多功劳 但是说 意思是 有些宣兵夺主了 那么你在这里 喊什么这个调要 你作为一个官方的 印度官方的一个 这么高 这么级别的一个高层 在喊这个话 你觉得周边国家 会怎么看你印度 那么莫迪呢 当然也对这个人不满 当然也对美国不满 因为他并没有换来 156个援助项目 啥意思呢 当年中国抗美援朝 换来苏联156个援助 那今天他妈的这个 这个抗中 没换来西方的任何的 所谓的援助 只不过是卖他武器 没有把产业链贷款 各方面都给他 印度急需要的这个贷款 来疏通国内的这个困境 但美国们也没有帮他 也就是说 没有实打实的东西出来 只是拉他跟中国干 没有没有实打实的 那莫迪感觉被耍了 那么再加上 莫迪最重视的土地改革 对吧 农业农村改革 由于在 这个在中营边境线上 消耗这种 做无用功 毫无意义的这个对峙 导致了他这个 内部资金也不稳 因为大家要知道 几十万大军部署 在中营边境线上 你平时的这个消耗 跟你像这种战时这种消耗 那他妈是两样的 你平时你在营区 在这个营区在这个下面 运输什么都很方便的 你他妈的 现在你运输成本 要大大大地增高的 这都是钱啊 对吧 国际游价又他妈的这么高 他哪吃的销啊 对吧 那么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很存在了 那么再加上 莫迪这个人啊 他非常的这个有野心啊 他想整合这个内部 为什么他取消什么 克什米尔啦 什么韦阿罗纳切尔邦的自治权 为什么啊 问题就是在于 他要整合 就是搞大一统 搞那个秦始皇那一套 所以大家想想看 印度啊 到现在还在学习中国 两千多年前的 他妈的 秦始皇 那个 这个书通文 车通轨 要搞这一套 那搞这一套的话 对吧 那那你说 你内部不反弹吗 你搞不好 你永远不可能搞这一套 莫迪这个人很冷酷的 冷酷到什么地步 他是废舍这个阶层的 废舍这个阶层就是说 印度斯多尔人他都无所谓 就像我说的底层互害 还有对 就是说对你这种高层的这种反感 所以说莫迪他无所谓 你看印度底层老百姓死700个 他有心疼吗 不心疼 但是最后顶不住压力了 那么印度现在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 你要修复跟中国的关系 修复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对吧 那你就包括你要让印度老百姓满意 你这么多次他妈军事行动都失败了 对吧 那你这个参谋总统你还能坐这个位子吗 对吧 印度国内不是也展现出来 新高采烈吗 对这个人的死亡 那么莫迪这个时候 把这个棋子给当一个棋子 那这个也是符合逻辑的 对吧 所以我说他的死也能告慰我们的四位阵亡的将士 我们的解放军 所以说这个事情 动手就可以选择在印度最大的分离主义势力范围的这个泰米尔这个帮 借泰米尔的人的手把他给做掉 那这个就符合各方面的政治利益了 大家看看 这就是政治 政治是很肮脏的 今天你是可以让你是奉头晋升的 总理的得力干将 掌管陆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但是下一秒就让你变成一具交尸 你死了 军队照样转 换下一个人上来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就是政治 也是印度的现状 所以印度 他的宅基地是一只母鸡 我们是公鸡 你母鸡能干得过公鸡吗 对不对 他跟我们牛逼 他只有死路一条 那么这个军事鹰派 他的死亡 也是重挫了 梅日印澳这个同盟 因为梅日印澳 那个三方 很明确 就是要挑出印度 跟中国在陆路上干 那最他妈起敬的 就是这个拉瓦特 现在这个人死了 对吧 那对他们来讲 也是他妈的 不吉利的事 各位 你就看好 大家要知道 跟中国作对 他绝对没好下场 他出事连连 再说了 印度 你这个说南清点 印度我感觉 也只有 印度如果说 我们说去中立点的话 他正想搞好 也只有印度共产党上台 才能搞好 印度共产党上台 才能搞好 否则的话 他是搞不好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当年 毛泽东同志 不强调大汉族主义 或者说不强调 这个民族主义 而是强调马列 因为当时刚建政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 也跟印度差不多 那时候 你这个 这几个大的少数民族 我们的这个能力是 就是说 对边境是 控制力是不够的 你看西藏 新疆那会儿 经常包括 蒙古经常发生 这个暴乱事件 所以说 那时候要强调马列 那现在呢 大家都差不多了嘛 那就要强调 56个民族的 民族主义了 好吧 各位收看 我是老贝来 谢谢 谢谢